以色列採取大量人道措施 標準或高於美軍 美應對哈馬斯官員實施聯合制裁 眾議院正式授權拜登彈劾調查 事件重大升級 大眾委託審查中國工廠 新疆勞工問題 匈牙利不排除放行歐盟 對烏克蘭的援助提一條件 大家好 首先多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 12月14日 星期四 歡迎收看希望之星 國際耀民 我是林欣 在今天的節目開始之前 我想先跟大家分享 兩個關於使用三高代謝寶的真實案例 美國馬里蘭州居民Tina 曾經因為三高問題苦惱 使用三高代謝寶之後 不僅睡眠品質顯著提升 連長期的肚臟痛問題也得到了緩解 他的體重下降了 生活品質大幅提升 11年前被診斷出肝癌的台灣鎮先生 經歷了艱難的治療過程 在外生的推薦下 開始使用三高代謝寶 結果令人驚喜 不僅體力恢復 食慾增強 連續11年的健康檢查指標 都維持在理想狀態 三高代謝寶 結合了傳統智慧和現代科學 為你帶來健康和活力 請上健康520網站 了解三高代謝寶 打開通往健康的大門 13日 以色列國防部長加蘭特表示 12日在謝加亞發生的傷亡事件 導致9名士兵在戰鬥中喪生 此事件是自以色列軍隊 對加沙發動地面進攻以來 傷亡人數最多的一次 而美國白宮表示 以色列當局在加沙行動中 採取大量人道措施 其標準或高於美軍 陳提報答 加蘭特在發布會上說 戰爭亦會付出代價 但是以色列會贏 我們有責任完成這項非常艱鉅的任務 打解哈馬斯 將人致送回家 他強調 以色列在加沙的軍隊行動 將迫使哈馬斯進行下一次人道談判 這個說法呼應了以色列總理 萊塔利亞胡的言論 他在當日早些時候 誓言要繼續戰鬥直到最後 萊塔利亞胡說 即使面對國際壓力 也沒有什麼能阻止我們 我們會走到最後 走向勝利 同日 美國方面繼續對以色列的自衛權表達支持 並強調了以色列軍隊對防止平民傷亡 採取了大量措施 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阿比表示 以色列國防軍為了防止加沙平民傷亡 採取大量措施 許多舉動超出國際標準 即使美國也可能沒有達到以色列這樣的程度 他稱讚以色列採取的一些措施 可能比美國的要求更加優越 阿比強調了以色列國防軍公佈的地圖 他們提前提醒平民計劃襲擊哪些社區 以便人民可以提前撤離 這個基本上就是在傳達你的拳頭打向的位置 世界上很少有現代軍隊能夠做到這一點 我不知道美國會不會這樣做 阿比說以色列減少了對南部的空襲 比在加沙北部更依賴地面部隊 他們進入加沙南部的實地行動比他們計劃的要少得多 也是在近期 以色列傳出準備頻繁採取向哈馬斯地道灌注海水的戰術 對此,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宋國成表示 這是一種戰術的運用 也是最符合人道的一種戰術 將哈馬斯恐怖分子逼出來 同時,這個戰術降低以色列自身的傷亡 成本比較低一些 造成傷亡也比較低 效果比較顯著 在13日,白宮發言人等多位白宮官員出面 試圖收回或軟化美國總統拜登一天前發出的信息 當時拜登將以色列對加沙哈馬斯的轟炸行動 描述為不分青紅造白 還提到要改變以色列的內閣 宋國成對希望之聲表示 拜登這樣的說法其實很難令人理解 就是說,拜登這個說法本身 他的內涵和定義並不清楚 而且這樣的一個說法 與他自身對於以色列的立場似乎有一種矛盾 因為拜登從頭到尾都認為美國是堅定的支持以色列的立場 甚至是無條件全面的支持以色列 內塔利亞湖內閣在執行消滅恐怖分子的目的 與美國長期以來對待恐怖分子的一個基本的立場 不是相當的一致嗎? 宋國成認為 拜登應該是受到包括聯合國在內的一些組織的壓力 不過,他的說法並不代表一種政策的轉變 或者是支持以色列的立場有所變化 應該是回應國際的壓力 做了某種程度的妥協性的一個呼籲而言 他表示,我想他的說法不會改變以色列對付 克馬斯恐怖主義既有的行動和目標 也不是美國支持以色列歷史上的一個基本全盤的改變 所以拜登這個說法本身肯執行起來非常困難 而且拜登認為,萊塔利亞湖的政權的內閣應該要改變 這個其實有一些涉及和干涉到以色列的內政 基本上我認為有一些越軌 美國對以色列支持的立場 某種程度應該要有尊重他國內政的原則 所以拜登這種說法有一些不太妥當 也不符合實際 同時也有一些對於自己支持以色列的立場 產生某種內部的矛盾 美國財政部表示 美國和英國13日實施了新一輪協同制裁 敢做是針對土耳其和其他地方和巴勒斯坦 哈馬斯激進組織有聯繫的人 陳德布特 美國財政部在聲明中說 制裁涉及的8名官員 他們推動哈馬斯的疫情和海外利益 並協助管理其財務 美國副國務卿內心表示 哈馬斯繼續嚴重依賴高級官員和附屬機構網絡 利用司法漏洞為該組織籌款 並將這些非法收益用於支持加沙的軍事活動 幾名被針對的哈馬斯官員都駐紮在土耳其 其中包括該組織在土耳其的主要金融人員之一 阿爾丁 阿爾丁參與了一個網絡 將資金從土耳其和加沙轉移到約旦河西岸城市 希伯倫的哈馬斯指揮中心 以進一步加劇約旦河西岸的騷亂 這是自10月7日以來 美國對哈馬斯實施的第四輪制裁 在13日的協調行動中 英國外交部表示 當局制裁了7名與哈馬斯有關的人士 其中包括哈馬斯聯合創始人扎哈爾和哈馬斯對外關係負責人巴拉卡 巴拉卡也受到了美國的制裁 英國的制裁也針對巴勒斯坦伊斯蘭勝戰組織的一名領導人 以及支持哈馬斯的金融網絡中的人物 包括尼巴聯和阿爾及利亞的個人 英國外交大臣卡莫倫表示 哈馬斯享加沙武未來 今日對哈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蘭勝戰組織的制裁 將繼續撤斷他們獲得資金的管道 並且進一步孤立他們 以色列外交部長科恩對最新的制裁消息表示歡迎 並呼籲其他國家效仿 他說 因為只有堅持不懈的鬥爭才能導致哈馬斯政權跨臺 當日眾議院按照黨派路線 以221票對212票通過了調查要求 共和黨人說 總統從家族的海外商業交易中獲得了經濟利益 其中包括中國 他們表示 如果隨後向法院提出索取資訊的請求 國會的授權可能會增強彈劾調查的法律地位 面對彈劾總統調查 白宮聲明說 將會全力配合調查 並準備提供反駁眾議院指控的證據 當日眾議院議長約翰遜表示 這只是一項調查 他說 為了履行我們的憲法責任 我們必須採取下一步行動 我們不是在做政治決定 這是一個法律決定 眾議院民主黨人質疑調查的目的 在投票授權共和黨進行調查的同一天 總統拜登的兒子亨特·拜登 原定在國會山莊閉門作證 但是亨特·拜登無視傳票 而是在13日凌晨的新聞發布會上發表了慷慨激昂的言論 他為他的父親辯護 並指責共和黨調查人員把他的藥物濫用障礙變成武器化 亨特說自己在藥物上癮期間 對自己的財務狀況極為不負責任 但是如果認為這是彈劾調查的理由 就太荒謬了 但是 由於亨特拒絕出席聽證 眾議院監督委員會表示 將啟動程序判定亨特·拜登藐視國會 委員會主席詹姆斯科默說 我們有具體問題要問總統的意旨 他無權決定傳票的條款 相關情形意味著 潛在的總統彈劾流程走入新的階段 在幾個月之前 對於眾議院共和黨人來說 彈劾調查仍然很難接受 但是 他們的行動在近期出現了顯著的推進 加州共和黨眾議員加西亞說 我們現在有足夠的資訊、證詞和證據來繼續調查過程 早些時候 約翰遜表示 我們必須追隨真相 一家德國諮詢公司的幾名高級員工表示 他們的公司對德國大眾汽車 在新疆省的一家中國合資企業進行了審計 在投資者的巨大壓力下 大眾汽車委託審計機構進行勞工調查 長期以來中共政府被指控在新疆建設勞改營 並且使用被關押的維吾爾族人進行勞工活動 人權組織記錄了那裡的虐待行為 因此要求歐洲在華企業進行審查的呼聲越來越高 陳提報道 路透社13日引述德國調查結果指出 審計沒有發現工廠存在強迫勞動的證據 同時 他們指出 在中國數據收集的挑戰非常大 稍晚時後 咨詢公司表示 除了創始人和執行長樂玲 和高級戰略顧問 以及兩名中國律師之外 沒有其他團隊成員參與支持該項目 該企業補充說 我們的團隊一直努力將自己打造成商業和人權領域的專家 致力於在工作中遵循國際人權標準 當日 6名高級員工分享了這一聲明 其中4人增加了一句話 強調他們與審計無關 樂玲說 該團隊通過審計獲得了一系列觀點 在本案中 他們的調查在兩名中國律師的支持下進行 不過 一些大眾的投資者仍然對公開的審計結果反應謹慎 他們對公司實施審計的舉動表示歡迎 但補充說 這樣的調查不可能是一次性的 應該提高汽車製造商供應鏈的透明度 大眾首先需要解決中國供應鏈中的問題 這個反映出投資人的質疑仍然沒有消失 對於有關評述 大眾汽車拒絕置評 目前為止 外界仍然高度關注中共存在的地緣問題 不公平貿易行為以及侵害人權的做法 這個導致在中國設有產業的機構 需要進行更多合規調查 才能夠說服海外投資者對他們的業務存在質疑 同時 這個亦高度損害了中國市場的投資價值 13日 匈牙利總理維克多 以後開始的領導人會議上將會集中考慮這個問題 歐盟高官並表示 匈牙利的做法可能會令歐盟其他國家難以接受 匈牙利首席政治顧問巴拉茲說 匈牙利的歐盟資金和烏克蘭的資金是兩個不同的問題 但如果歐盟堅持 匈牙利已經阻止了與烏克蘭有關的所有議題 匈牙利總理和克里姆林宮的秘密關係 引發了歐盟和不約盟國的嚴厲批評 歐盟告知烏克蘭 即使最終的長期資在計劃缺乏匈牙利的支持 歐盟也會找到方法對烏克蘭提供短期的援助款項 協助防禦俄國威脅 人生猜獲政經理 提供 日本長期影響 日本長期贅 陳昭 瞬病 後